当然生活困苦也等于是一种另类的奸进 五年前CACO平台推出了轿车的服务之后 开始垄断市场 让传统车行非常难以生存 因此计程车司机面临超时低薪困境 而疫情过后又因为费用的上涨 导致乘客锐减 可以说是蜡烛两头烧 现在又传出驾驶们遭受乘客暴力的案件 也逐年增加 光是去年就发生了超过1500起 工作环境恶化跟收入的低迷 都让韩国的计程车司机有苦说不出 碰得一身黑男子跳上引擎盖 大力踩踏 直到挡风玻璃破碎也没有停止动作 随着玻璃碎裂喷溅到车内 驾驶眼睛和头部因此受伤 警方接获通报后立即前往 并在现场逮捕20多岁嫌犯 那一头还有海军富士官酗酒后搭乘计程车 和司机发生肢体冲突 不只言语入骂甚至动手伤员 将司机压制在路边 类似计程车驾驶遭民众暴力对待的案件 一桩接一桩 根据韩方统计 司机遭攻击事件每年都在急剧增加 去年一整年就有近4000起 其中计程车驾驶受害事故就占了四成 多达1500多件 不幸遇到暴力相向 驾驶难自保 事后诉诸法律 似乎也无法得到保障 因为在南韩 虽然殴打司机最高可处五年 尤其图形 但大部分从轻处理只处以罚款或唤刑 只是计程车司机这份工作 不止人身安全问题 有待政府立法保障 超时又低薪 更是行业内多年难解的困境 计程车司机每天工作12小时 每月出勤高达26天 赚到的钱扣掉要交给车行的费用 一个月平均恐怕只能领到台币 约36000元 为了稳定司机收入 南韩政府一度推出月薪制 司机们只要每周工作40小时以上 就能获得底薪 首尔2021年就开始实施这一制度 原定20号要扩大到全国范围 没想到日前突然出现变卦 司机们主张这一制度 将不利于兼职工作者 和难以长时间开车的高领司机 因此强烈反对 对此政府听见问奖新声 宣布临时喊咖延后两年 并在一年内重新提出相关方案 但部分司机们恐怕等不了了 生意越来越差 正逼迫他们离开这行 一整排继承车 统统亮着空车灯 不少司机一等就是半天 即便是周末夜间时段 生意也大不如前 人来人往的大接受 选择乘坐继承车的民众 遥遥无际 原来是因为去年2月 继承车费大涨价 一般时段上调到 4800韩元起跳 夜间时段基本费率则 从5800韩元涨到 6700韩元 折合台币155元 负担变重了 民众搭乘意愿大大降低 可以看到这处车航停车场白天还有大量计程车停放 有司机眼看晃一整天也没几个客人 干脆不出车 甚至直接辞职不坐了 计程车队相继陷入经营困难 再加上2019年卡靠退出轿车服务 旗下加盟计程车数量急剧增加 已达整体的四成 垄断计程车市场 其他车行难发展 整个行业状况 每况愈下 目前南韩公平贸易委员会已决定出手制定监管计划 阻止卡口垄断 南韩问奖的心酸 急需被政府看见出手帮助继承车业 摆脱景气寒冬 TVB的新闻 走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